Hello 大家好 我是看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冰芯的结果的使用方法 冰芯六角五有三部分组成 分别是活参和顶带 滤芯 活参为吹炭材质的勒洛三角形 建议最大抽水量不超过600毫升 萃取时可立放或平放 滤芯搭配300目细米滤网 顶部有滤芯接头和防止咖啡粉溢出 最大容量约40克 R3的话 建议使用120个这些研磨 取出滤芯 放上漏斗 加入约40克咖啡粉 在湖中加入适量常温水或冰水混沌物 水分笔建议使用1比13或1比15 将滤芯缓慢置入湖内 并拧紧盖子 再放入冰箱冷藏6至12小时后 好喝的冷脆咖啡就可以享用了 清洁时首先拆下滤芯接头 再拆下滤芯底盖 清洁内部咖啡渣之后 使用清水冲洗即可 滤网使用之后会出现染色发黄等现象 清洁后不影响过去使用 停物使用带腐蚀性清洁剂 清洁滤网 你学会了吗